非常感谢李延时先生 邀请我到这里来做一个讲座 我是李洪宽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国际和国内形势 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做 重庆谈判与世界主流文明擦身而过 实际上我借这个机会纠正一下 这个题目是一个并句 实际上真正讲的内容是 重庆时段那个时间 中国和世界主流文明擦肩而过 这么说就对了 之所以要办这个讲座 从我个人的角度讲 是有考虑到有好几个因素 一个 它正好是 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 75周年 也就是说75周年 75年前美国决定参加对日宣战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是一个 对我们这件事情 对我们中国人极其重要 如果没有美国参加 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呢 我们中国人 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战胜日本的 这个我想这个基本的事实啊 国民党可能不好意思承认 共产党也从来不跟我们说 这个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12月9日 今天是12月9日 恰恰是中华民国当时 老蒋领导的中华民国 对日正式宣战的日子 这个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日子 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日子 反思这个日子对我们中国人 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首先我想到的是意味着非常 非常虚弱 为什么中国到1941年 才决定对日宣战 那么那么我们知道的是 卢姑桥事件 1937年就发生了 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 跟日本从来不敢宣战 那就是因为国力太弱 能打就打 当时国民政府国力非常虚弱 当时的对色就是能打就打 不能打就逃 逃到大山里去 往大后方 往那个四川盆地那边逃 所以国民政府撤退到了重庆 把首都安在了重庆 今天讲的题目呢 重庆谈判 是美国扔了原子弹之后 美国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 赢得了胜利 那么国民党老蒋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这个寻求和平解决中国的问题 其实就是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老蒋主动邀请毛泽东 到重庆来谈 一开始老毛是不敢去的 他不敢去 那么他中国人的思维呢 这就是一个鸿门宴吧 这就是鸿门宴 去了之后凶多吉少 是后来美国的这个代表 这个做担保 这个老毛才去的 那么去了之后呢 是老蒋表面上还是很热情的 就是确实没有杀他 甚至都没有想杀他 这就是老蒋啊 这个当时可能跟美国人混了一段时间 学的文明了 想做一个文明人 老蒋就没有说 有刺杀毛泽东的这个想法 当然这现在我们七十多年之后 回头一看 这老蒋太幼稚了 老毛 住在重庆 那么天天教这个吃饭啊 天天这个见朋友啊 因为因为这个国民党里啊 有也有很多同情共产党的人啊 这个前两天 那个秦普舍仁老师啊 这个解读了这个毛的这个清元春雪啊 提到了这个柳牙子啊 提到了什么吴祖光这些人啊 这些人把毛的这个这首词呢 啊 吵得非常热啊 这首词本身 我们中国人上过中学的人啊 都知道这首词 因为啊 写在 编在这个语文教科书里啊 好多年 每个人都知道知道这首词 那么这首词呢 实际上暴露了老毛的这一个帝王思想啊 这个当年老蒋也是这么批评他的 啊 这首词啊 这个这个秦普舍仁老师还分析了他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啊 这就就不重复了 啊 像老毛这样的人一个一个大的党派的领袖写一首词表达一种极端思想啊 这个都还可以理解 当时最大的问题不是这首词啊 是中国知识分子 有知识分子啊 觉得这首词很好啊 表达了一种气魄啊 啊 这个是回头一看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气魄不是对日本人的啊 这个气魄主要是对中国人的啊 中国知老毛的这个本事啊 他打日本人的时候没施展出来 他这个消灭中国人的时候 发挥的非常好 发挥到了极致啊 这就是老毛这个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危害 所以这个重庆谈判呢 啊 实际上他是老蒋是学着想做文明人啊 就按照美国人的意思啊 就是坐下来谈啊 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啊 这个老毛呢 啊 共产党那边呢 是是不愿意的 那么虽然后来签署了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这个字面上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啊 但是这个双十协定成为一张废纸 最后这个 这个共产党没有遵守双十协定 实际上签署双十协定的时候啊 都没有实现和平啊 还中国当时那个国共两党啊 都在抢夺 这个战略品啊 在这个中国各个地方啊 经常擦枪走火啊 就这个抢地盘 抢抢财产 抢这个 这个 受降 接受日本投降的一些物资 所以老蒋如果是当时啊 啊 他真的不不听美国人的啊 就是不做这个 不一定非得做美国人喜欢的那种文明人 啊 那样的话呢 他其实可以命令老毛啊 像老毛 他们下命令 像共产党命令怎么怎么着 因为二战这个期间就是抗日战争期间 名义上啊 老蒋是他们的上级啊 就是上级跟下级发话就可以了 啊 没有必要去像那么低姿态 请老毛去啊 给他那么高的待遇啊 这个像朋友一样坐下来谈啊 是 其实呢 老毛也没有诚意啊 老毛也没有诚意 没有诚意最主要的原因 他是背后有武装 那么老蒋呢 当时呢 可能是也没想好 怎么样武装上解除共产党 武装上解解决共产党 这个问题他最终 没有做好 重庆谈判归结起了一句话 老毛啊 就是不想做个文明人 他还想做这个帝王 那么老蒋呢 是想做一个美国人希望的那种文明人 就是坐下来谈啊 是还努力这个想搞民主啊 想搞这个宪政啊 有这个诚意啊 但是由于老毛不配合呢 所以这个重庆谈判基本上是一个 失败啊 是一个失败啊 老蒋之所以那么做啊 是因为是有国际背景的啊 是因为当时啊 二十四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全世界的战胜国都在想做文明人啊 国家都在探讨我们怎么样以后避免战争啊 大家和平的生活在一起啊 这个是全世界范围所有的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那么美国呢 就带领着战胜国 在组建联合国啊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基本指导思想 是怎么样保障自由啊 是怎么样保障人权 怎么样啊 避免战争 怎么怎么样维持和平 这是联合国的这个目标啊 从一开始就是想做这些事 啊 所以当时就涉及到这个起草啊 世界人权宣言 啊 二战结束之后啊 就是啊 起草的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啊 这个 这个 他的精神是来自于这个 啊 这个这个 追根溯源是是是是来自于罗斯福总统 提出的这个四大自由的这个概念 罗斯福之所以提出四大自由啊 是因为日本突然啊 偷袭了珍珠港 把美国啊 脱落了战争 美国被迫啊 向日本宣战啊 就是全面揭露了这个 太平洋的战争 啊 所以说美国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 啊 一个主要参加者 啊 他 那么 罗斯福为了动员国内的群众 所以他提出了四大自由 就说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啊 因为当时啊 啊 美国国内 啊 人民的这个思想状态啊 是不愿意打这个仗啊 就是能够不参加最好 实在 躲不开了 因为小日本是打到他们的 呃 这个脸上来了 那就 那再不 再不宣战 呃 那那完全没有没有面子了就 所以只能宣战 那么这个动员工作其实挺困难的 啊 美国是历来主张孤立主义 啊 因为他两边都是 呃 海洋嘛 大西洋 太平洋 别人侵略他非常难 啊 这小日本能够偷袭珍珠港成功 也确实是创造了奇迹啊 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啊 就是呃 所以所以他动员美国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思路是这样 他就说呃 我们要再不参加这个再不揭露世界事务的话呢 我们自己的自由都受到威胁了啊 是这个是这个 所以这个战争动员从来都是要解决一个为什么而战的问题 所以罗斯福给美国人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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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药方就说咱们是为自由而战啊 哪哪些自由呢 就这四大 我跟你列这四大自由 这个我稍微具体解释一下这四大自由哈 啊 这个言论言论自由啊 信仰自由不解释了 这个解释一下后两个自由啊 这个后两个自由呢 啊 是多多少少带点这个左派啊 左派这边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思想 他们的传统思想 因为罗斯福总统是啊 民主党啊 是偏左的 那么后两个自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要解决美国穷人 因为说是说难听点啊 当兵的你动用老百姓参军的都是穷人多呀 穷人的孩子去当兵去上战场去送死啊 你要解决他的后骨 所以这个免于匮乏的自由 他的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啊 这个政府要给穷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证啊 就说啊 不要出现生存危机 就说所以现在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啊 在美国一个穷人的话呢 他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能有有有衣服穿啊 有一个房子住啊 不露雨啊 不透风啊 那个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 那么不会挨饿啊 政府还可以你没没钱买食物 政府给你发粮食卷啊 这个粮食卷当钱花 你可以到这个啊 这个超市去买吃的啊 这个是解决了 所以说美国的穷人啊 大胖子特别多 富人倒是要健身啊 要瘦子 那么大胖子都是 他他因为他吃东西营养很好 热量非常高 他又很懒 那就是个大胖子 啊 所以这个免于匮乏的自由呢 这个对于穷人啊 意义非常重大啊 让穷人去爱这个国家啊 让穷人去为这个国家上战场 去为自由而战啊 实际上去说难听点是当炮灰 说好听点呢 就是真正为国家献身啊 啊 所以这个美国的穷人认同这个 美国穷人很享受这个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你到了美国 你是一个穷人的话 起码不会出现像中国那样 挨饿受冻啊 这个得了病啊 没钱看病 这个情况是不存在 这个给解决了 这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还有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 啊 这个我要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也得 啊 这第四个自由呢 遭到了很多误解 尤其中文里边有很多误解 啊 我还注意到龙英台都误解了 这个说法 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这个 他字面上看的话呢 中文的字面看呢 这是个并据 因为这个话就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恐惧啊 恐惧是我们个人啊 一个正常的情感啊 任何人不可能没有恐惧 你要不怕这个 要不怕那个 你总是有一些 有一些恐惧啊 啊 那个罗斯福原来的这个 免于恐惧的自由呢 啊 他主要是讲啊 要消除啊 要这个削减国家的武器 要这个避免战争 要寻求和平啊 所以他 他是一种 一种比较理想的 和平的主张 这个是 基本上不是讲个人层面的 啊 这个个人层面的恐惧 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这个罗斯福的这个 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一直到今天 问题都没有解决 啊 你比如讲 同样是中国人 啊 台湾海峡两岸 那么一边呢 老威胁要解放另一边 那么另一边的这个人民呢 就生活在恐惧之中 是这个意思 因为要时刻防 呃 提防着呃 对面打过来 啊 朝鲜的这个半岛的这个三八线 也有这个问题 啊 为了为了为了阻止啊 一方对另一方发动战争 还特意设立设立的这个非军事区 是隔离弹啊 就是一般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短程的这个炮弹打不过去 啊 当然现在这个北朝鲜的武器已经非常先进了 哈 打过这个隔离弹是非常轻松的 啊 我只是说这个罗斯福当年提出来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今天还远远没有实现 那么这个恐惧啊 啊 战争的威胁随时存在 所以说到了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另一个总统里根啊 就说啊 这个自由不是免费的啊 就是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不是免费的 换句话说就是自由是有代价的 自由是有价格的 自由你得花钱去买 啊 是这个意思 你作为台湾人 你你为了啊 这个得到自由 谁给你提供自由啊 现在事实上 那台湾人的自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捍卫着 在那保卫着 如果美国真的实行孤立主义的话 啊 像川普讲的 从台湾海峡撤走的话 那台湾人立即就被共产党给解放了 顺便插一句哈 最近这个蔡英文跟川普通电话的事呢 搞得搞得北京非常恼火啊 这个普京还表扬了这个川普 说他干的好 聪明人啊 这个让包子非常难受 啊 这个实际上啊 啊 这个事还只是一个开头啊 下面的啊 这个川普是个商人 川普也知道啊 自由不是免费的啊 自由是要是要是要花钱买的 川普应该会很快跟台湾想办法从台湾搞钱 美国也缺钱啊 也没钱花呀 啊 那那台湾人民能能那么愿意多掏钱吗 人呢 得到一个便宜之后啊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啊 你突然之间给他提价啊 给他给他涨价 自由涨价 台湾人肯定是不舒服的 啊 所以说这个1941年啊 罗斯福就提出了这个四大自由啊 这个说法啊 这个这个四大自由非常重要啊 可以说他是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因为碰巧美国战胜了啊 当时如果美国战败的话 那当然就另说了 美国战胜了之后呢 啊 他通过战胜国建立的这个联合国啊 推广着四大自由 把这四大自由呢 进一步细化 把他这个这个精神呢 把他写成了世界人权宣言 啊 但这个呢 要稍微解释一下 罗斯福本人提出四大自由之后 很快就去世了啊 他自己没有看到啊 战胜啊 这个日本 没有看到战争的胜利 那么后来是呃 他的夫人啊 他的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他的夫人推广啊 纠正一下啊 啊 他提出四大自由 应该不是1941年 啊 应该没有那么早 应该是42年提出来的 41年的12月 也就是两天前啊 42 41年的12月8号啊 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啊 那么啊 9号 9号 也就是今天吧 啊 这个 是中华民国啊 对日宣战的日子啊 那么中华民国应该是跟美国同时 或者说 呃 同时对日本宣战的 搭了个顺风车啊 就是 棒上美国这个 这个朋友啊 最后 呃 战争胜利了 但是战争胜利之后 由于老蒋本人的不能 呃 也没有办法 呃 这个跟跟着美国这个顺风车 没跟上 罗斯福死之前啊 呃 是通过 Yarta 嗯 在Yarta 开了一个 小会儿啊 就是 呃 三巨头 啊 那是 丘吉尔 斯大林 罗斯福 就没有让老蒋去啊 就把中华民国给排除在外了 啊 那个时候呢 因为二战 已经看到胜利的苗头了 啊 那是一个分赃会议 由于老蒋不在 那么就是这三巨头就把世界给瓜分了一下 分了一下 是是势力范围 嗯 所以当时中华民国的命运基本上就就被决定了 啊 罗斯福呢 这个人呢 呃 他是一个刚才咱们提到他是民主党的领袖 啊 他是一个左派 他多多少少对斯大林 有有有模糊的看法 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好人 可以用 咱们中国后来啊 之所以重庆谈判彻底失败 啊 没有没有办法 啊 走文明的道路 啊 只好用战争解决问题 啊 他的根源之一 也是那个 雅尔塔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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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会议啊 在那个会上啊 罗斯福基本上 跟斯大林啊 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啊 后来美国也确实忠实的执行了这个 那个那个秘密约定 啊 包括后来逼着老蒋去做君子啊 去去去做文明人 搞重庆谈判 啊 包括在关键的时候 啊 撤掉了对中华民国的支援 啊 让共军能够得到了苏联的啊 大量的军事援助啊 消灭了中华民国在大陆 大陆 哦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们得加快步伐了啊 我要往前赶了 现在回到这个去 啊 1945年啊 老毛发表的这个清 清元春雪啊 啊 实际上他发表这个东西 现在回头看呢 啊 完全是一种 背弃了 普世价值啊 清元春雪 里边所啊 表达的精神绝对不是普世价值的啊 他也不是啊 罗斯福的这个四大自由的啊 注意啊 在这之前 在老毛啊 四五年之前 老毛控制的这个新华日报什么的 他们是一直鼓吹啊 这个是这个四大自由的 他们是表示认可和和和这个羡慕 甚至学习美国建国的 这个是有一本书叫历史的先生 把新华社这些社论全搜集起来出版了 啊 孝鼠先生编辑的这本历史的先生啊 搜集了大概是42年43年44年啊 甚至一直到45年 这个期间中共的这个报纸发表的社论啊 呃 言论啊 都是照着罗斯福的这个四大自由啊 这个这个这个思路讲的 就是要要民主要自由啊 要选举啊 要要照着美国这一套干啊 所以把美国人也给糊涂了啊 美国的情报人员在重庆 你看我共军就是 这个这个好像是要搞搞改改改改革嘛 要要搞民主嘛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美国啊 实际上是把啊 共产党把毛泽东这帮人呢 啊 当成了文明人了啊 觉得还他们也是文明人吧 你你跟老蒋做话来谈嘛 所以这是当时老美的立场啊 这个历史的先称这本书所搜集这些文章 现在看来全部都是骗局 这是骗子谎言 所以啊 现在这本书呢 一出版啊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 很快就给封掉了啊 就查尽了 因为那本书讲的东西和咱们现在所要求的 普世价值的东西 它是它是根源上是是图源 是来自一个出处 那么现在我们讲要普世价值 啊 本来这个已经是光明正大的可以要了 因为普世价值就是世界人权宣言里边 所讲的内容 这就是联合国的立国之本 联合国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要弘扬这 这个普世价值啊 这个啊 这个任何国家想加入联合国 必须对签字画押要认可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就是要认可普世价值 这个中国历任领导人啊 一直到包子之前都是对这个事默认的 他不批 包子是一个例外 他抵制普世价值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啊 公开的啊 七部奖啊 公开的抵制普世价值 啊 这个这个是赤裸裸的和全世界为敌 赤裸裸的 依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武大理事国之一啊 卸取了这个位置吧 他公然的颠覆联合国 所以他在联合国里从来没干正事 全部都是干那个坏事 在那捣乱啊 就是基本上是破坏和平啊 这就是中共在国际上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 这个啊 现在又又完全不要脸 完全是这个斯波莲要要这个否定普世价值 抵制普世价值 这是干嘛 这就是要打仗啊 这就是随时向全世界在在在发声说 我不做文明人啊 我要武力解决问题 我还是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野蛮人了 这就是野蛮人的 啊 中国啊 他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实现宪政啊 中国还不是个宪政国家 虽然有一个宪法啊 宪法里也有很多 这个具体的 啊 这个条啊 保障人民的自由 比如讲 宪法第35条 我宪法第35条 啊 给我们写了很多权利啊 啊 他之所以这么写呢 啊 是为了跟联合国啊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联合国的宪章啊 啊 联合国的普世价值观啊 啊 接轨的啊 这个是为了啊 国际上好听啊 做做web 呃 这个 所以写上这些东西 可是事实上我们得不到啊 啊 我们没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啊 我们在网上写个文章啊 写的好的文章 很快就给删掉了 啊 有很多好的东西言论 很快莫名其妙就给删掉了 经常发好文章就被删号了 那么宪法他的本意啊 实际上是限制政府的权利 保障公民的自由啊 政府他不能够无法无天啊 啊 对吧 呃 政府既然啊 在宪法里写着35条 呃 有各种自由 那么假如说有人捣乱啊 破坏我们这些自由 怎么办呢 那么应该有一个宪法法庭啊 有一个大法官可以 呃 对这个事审一审啊 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 呃 被这个大房屋墙删掉了啊 删掉之后 我认为这个 我这文章没犯纪 我认为让是我的言论自由啊 对不对啊 宪法第35条 呃 我的权利被侵犯了呀 我找谁去诉说去啊 那么应该有一个机制啊 这就叫宪政了 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机制吗 我们现在就是呃 这个这个国家机器就是抓人了啊 谁写文章他抓谁啊 这个这个就是不是宪政 这是流氓政治 呃 讲到这里呢 就是呃 这个问题啊 也稍微有点敏感了 我就此打住吧 呃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做这样的讲座也不容易 呃 这个 这个 各位群友都提心吊胆的啊 生怕被封了号 生怕被这个群给封了 生怕我这个这个微信号给吊销了 吊销是还挺麻烦的 还得重新申请 呃 好多联系就得重新建 浪费很多时间 呃 这个 所以啊 这个请请大家谅解 呃 我们现在呢 可以进入互动环节 大家有问题可以问 呃 湖北咸菜 书友会 不细之舟问 能不能说一下啊 国共内战 期间 苏联支持中共的具体细节 呃 这个具体细节要说起来可就太多了 呃 苏联基本上是把这个 东北的受箱物资的 呃 军人呐和很多枪炮啊 呃 都给了中共了 呃 那个按照协议呢 是应该 那些物资应该交给 呃 中华民国政府的 但是苏联其实呢 嗯 没有严格 执行那个 他就是表面上敷衍中华民国政府 事实上是给了中共 呃 林彪的部队去了 东北之后 呃 很快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战斗力也得到了 加强 所以说 收复东北的过程中 是当时 老蒋跟这个 共产党斗争的一个一个最主要的焦点 老蒋失败了 另外补充一下哈 明天也就说12月10日是这个联合国啊 世界人权日啊 这个有网友号召大家学习世界人权宣言啊 发起这个活动啊 我觉得非常好啊 当时啊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投票的时候啊啊 这个第一次开会啊 投票通过的时候啊 是我记得是48票赞成啊 有8票呢 没有参加投票 这8票当中的老大 这8个没有投票的这当中的老大 就是苏联啊 还有一些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共产党阵营吧 他们就是没有投赞成票 他也没投反对票 因为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讲得太贴近人民了 恰恰是人民所啊 这个苦思冥想想想想解决的一个方案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 国家和国际之间怎么样文明的和平相处 所以说这个苏联对于世界人权宣言 对于普世价值的这个态度呢 啊也是非常微妙的 他是不公开支持的 但是呢 他又不至于啊公开反对啊 所以他这么个态度 所以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呢 对于普世价值也是这么个态度 内心不认同啊 内心不认同啊 做的动作全部都是抵制普世价值 但是不公开说啊 公开跟这个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呢 还是就是能回避就回避 不回避的话呢 就是学着说人话 那事实上他是不办人事啊 但是到了包子是一个逆转啊 包子这个因为他这个无智者无畏嘛 他没念多少书啊 他也不懂联合国这个这个这个背景 他也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 最后打出个什么东西来啊 人类得这个得的这个教训啊 都总结为普世价值 就是人和人不同的人相处啊 时间旅行者新和清梦 网友问 包子的倒行逆师啊 能坚持多久 会不会一直坚持下去 我认为不会的啊 现在这个包子这个做法啊 在国际上已经丢大人了啊 就是现在中国你看看 举目思望 中国已经没有朋友了 一个国家走到这个地步 啊 这个这非常危险 现在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变量啊 过去共产党辛辛苦苦通过收买 通过利益输送啊 收买了美国的一些政客 那么现在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川普 你看川普打的这个这个套路啊 呃都是中共很被动啊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 所以很快中国会盯不住啊 包子这种做法必须改观啊 必须真的要依法治国 蓝色文明群啊 黄金利问这个国共内战时 美国给共产党什么支持啊 美国具体的物资上的支持呢 给共产党的也有不是很多啊 不是很多啊 确实是有的啊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战行嘛 当时美国是这么认为的啊 他的真正的支持呢 实际上是制走了国民政府啊 制住了老蒋啊 往往是国共啊 这个这个战争打到关键时候 啊共产党吃亏的时候呢 他们就呼叫呼救美国调停调停调停 老蒋呢就没办法 老蒋只好停了 别打了啊 谈谈实际上就是喘息了 让共军得到了喘息 那么几个回合下来 这个老蒋就把东北给丢了啊 老蒋这些这个国军在东北就 最后东北战场失败之后 啊就决定了国军的命运啊 塞北红彦群啊 问国共重启内战的原因和责任啊 请总结一下啊 这个原因呢啊 是深刻的啊 原因主要是啊 老蒋想学着做个文明人 想搞宪政啊 想把共产党啊 这个武装给解除了啊 共产党不愿意啊 共产党他大概也是想做文明人 但是啊 政权对他的诱惑力太大 这就是啊 这个精神呢 在这个清元春学里边 得到了非常啊 非常这个好的表达啊 他羡慕的是那些东西啊 他他他想这个啊 做江山啊 这个是真正的原因啊 老蒋啊 我刚才说了啊 老蒋想学着做文明人 实际上老蒋的作法也不是人文明人 老蒋当时抗战之后 有些作法也是不对的啊 比如讲啊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可能有争议 就是这个汉奸罪 这个抗战胜利之后啊 国民政府接收这个 这个物资啊 趁机就开始了财富大掠夺 夺谁呢 夺那些汉奸的财产啊 这个汉奸罪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 一个一个真的是法律上是一个罪啊 是有有有法可依的啊 可能现在现在中国大陆是不是还有汉奸罪啊 或者类似的罪啊 我不知道可能最近取消了啊 这个确实是和这个世界主流文明啊 说说违背的哈啊 这个普世价值讲人人平等 不管你是什么啊 战争既然停止了 你不能进一步迫害了啊 对方已经投降了吗 投降你就不要再在意汉奸罪的名义 进一步去去迫害他啊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例子可以可以表表现这个汉奸罪的这个荒谬 就当时啊啊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叫李湘兰啊 这个李湘兰呢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啊 他实际上是东西在出东这个满洲国那边出生长大的啊 他是一个日本血统啊 他的父母大概都是日本人 那么他在东北长大之后他他都都熟啊 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汉语都非常好 长得也像中国人 那么就说包装成为这个歌星 好多歌好像都是他唱的 何日清再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 啊 那个这个这个大家搜索李湘兰 那么大家都以为他是个中国人 结果抗战结束之后呢 就依照这个城治汉奸条例 这个法律把他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之后他不服啊 啊 他说他我不是中国人啊 你的法律只能适合于中国人啊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最后人家真搞来了文件 能证明自己是日本人 所以他无罪释放了 回到日本 这个李湘兰呢 回到日本之后啊 啊 他自己也挺苦苦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啊 不把他当日本人 因为他就完全是中国做派 日本人把他当中国人啊 也他一到日本也挺也挺不容易的哈 不过后来这个女人还是非常优秀 非常杰出 后来大概是还当了这个当了这个议员 做了很多中日友好的这个事啊 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一个人 咱们中国啊 七八六七十年代啊 这个流行歌曲这种唱法 在台湾得到了传承 啊 大陆就没有流行歌曲了 咱们是改革开放之后 慢慢的邓丽君和他们 呃 又传落了 这是感谢港台把这个流行歌曲的唱法给 得以保存下来 这个是呃 是是旧上海啊 一直下来 李湘兰是有贡献的 这个这方面 一个国家的法律 那你要惩治一个人 你比如说你认为李湘兰啊 那个那种啊 替日本人啊 这个歌功颂德啊 做做这个文艺演出 这个是犯罪的话 你不应该追究他的国籍 你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对吧 你你只要是做了这个事啊 以事实为依据啊 不看你的国籍 不看你的肤色啊 不看你的性别 不看你的年龄啊 你你只要办了这个事 那法律就应该追究你 这才是一个公正的法律 这也是后来世界主流文明 所提倡的精神 那么当时呢 在这个二呃 抗战争 胜利之后啊 国民政府 以这个城市汉奸条例啊 在这个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完全不公正啊 也难怪共产党啊 借机搞事啊 就是把他们推翻 所以国民党那个时候学做文明人 这个有一个深山松博的网友啊 对对我有些意见 他说这个啊 我说的哈 讲想做文明人 毛不想 所以打起来了 他对这个说法呢 就说说这个不好理解 啊 这个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呢 思想把它高度概括一下 啊 思想啊 因为这个已经毕竟是已经是历史事件了嘛 我们可以做试着做重新解读 老蒋之所以想做文明人 我是说当时老蒋身处的那个位置 是可以带领中国啊 带领中国跟上这个世界主流文明啊 这个这个这个顺风车的 那么老毛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老毛确实是相反的想法啊 这个千元春学理表达了这个意思啊 至于说具体的东西 他们谈判的时候还达成了很多协议 所以双施协定 啊 再补充一点 老蒋说 啊 也可以说美国人逼着他吧 学做文明人 那老蒋也不是个文明人啊 当时他这个 就是因为他是个半调子 那么他又要顾及到这个世界文明啊 学着作为 他自己还信了基督教 那么就是 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的手法呢 他又没没怎么敢用 或者用的不好 他真要是照着中国的解决办法的话 他这个 他这个 这个重庆谈判就不是这么个 这么个做法 他真的应该学鸿门宴 想个办法中间把把这个 就得罪美国人一下 把老毛给弄死啊 就是把这个中共的领袖一锅端啊 趁机突然袭击把共军灭掉就算了 啊 这个是中国传统的做法 但是呢 老蒋呢 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下不了这个决心 用这个野蛮的办法来处理共产党 又想做文明人 结合被共产党 啊 蓝色文明群啊 十五 问啊 为什么日军啊 没有轰炸延安啊 这个是最近啊啊 日本有一个教授啊 新披露的哈 啊 当时 呃 共军啊 就是延安跟这个日军是有内部协议的啊 这个潘汉年是专门跑到上海去跟日本做了谈判啊 是呃 就说是他们是想共同对付国军的啊 这个这个是日本教授把这个原始资料给挖出来了 大家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啊 这个网上也有视频群里曾经传过这个视频啊 当然主要主要是呃 共军在延安对日军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 日军不值得炸他啊 日军认为真正这个给给给他们造成麻烦的是国军 所以重点轰轰轰轰轰轰国军甚至轰轰重庆 那么呃 时间不早了 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咱们就结束啊 这个问题是咆哮啊 咆哮的卢雷的江涛 他说这个伪共和 伪法制 伪委宪政 是怎么形成的 啊 他这个 还有一个 其他的表述啊 就说是买 关于买方和卖方市场的问题 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伪共和啊 这个咱们啊 这说伪共和先解释一下 咱们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是个假共和 这个共和是伪的啊 不是个真正的共和国 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主啊 也没有法治啊 没有一个权力监督机制 这样的国家不能叫共和国 它是一个过真价实的独裁专制的国家 啊 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还是你要承认 这还是国际压力造成的 啊 如果中共建国的时候啊 没有联合 没有联合国存在 没有世界人权宣言啊 没有没有这个普世价值的提出啊 这个中共啊 他根本不会取这个名 他就干脆就叫啊 中国专制国啊 中国专政国啊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自己玩的国啊 他就这个多爽啊 他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吗 法律都是他说了算啊 事实上就这样嘛 那么他呢 为了顾忌上 顾忌这个联合国啊 这个普世价值 这个潮流啊 他也应付一下 他知道自己啊 这个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他自己的做法 中共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错的 那么在国际上行不通 那么他呢 所以取了个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也搞一个美 这个这个这个多党制啊 全是搞了花瓶党 他也搞了个这个伪选举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 啊 所以这一套伪的东西啊 就是为了欺骗国际社会的啊 所以他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呢 他不得不闭关锁国啊 不得不一边倒 倒向苏联啊 搞苏联体制啊 只跟苏联这个圈的人来往 所以搞的周围啊 中国的邻国全是没有朋友啊 没有朋友啊 这个他自己知道啊 这个是呃 是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啊 是是是这个伪啊 这个伪之所以形成这个伪的局面 不是说咱们中国人素质差啊 中国人呢 就是问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制度弄坏了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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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体制 害了中国人啊 真正说有良知的人啊 这个应该如果包子啊 或者是这个中央领导人应该 应该想办法啊 毅然决然的摆脱苏联体制啊 走美国道 啊 治愈堂群友问 如果二战结束后 美国不搞调停啊 让国共两党厮杀 中国就可以不与世界主流文明擦架而过吗 这个问题啊 问得好 因为这个历史呢 不能假设哈 啊 这个话说回来了 抗战结束之后 呃 美国呃 美国是功劳最大啊 实际上是美国帮咱们中国赢得了胜利 呃 美国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啊 呃 美国希望大家和平啊 这个这个这个愿望是好的 你你也没法拒绝人家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呃 既然美国主导和平谈判啊 这个还 你就得谈的 你得听美国的 这当时就这么个实际情况 美国是有错误的 在执行上 呃 美国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介入中国大陆的事物啊 啊 最终是一个失败 啊 实际上是 呃 让共产党做大啊 是美国外交政策 在中国的一种失败 这个失败呢 他们当时啊 还不承认啊 他们这个 当时罗斯辉已经去世了 是杜鲁门总统啊 杜鲁门总统这个心胸比较狭隘 这个是这个 这个咱们就不细讲了啊 这个老蒋 宋美龄在美国的游说团队 还介入了美国的大选 结果赌赌输了啊 啊 他赌 他当时没想到杜鲁门会赢啊 他他这个赌的是杜鲁 结果杜鲁门没赢呃 杜鲁门所以就记恨在在心了啊 所以就说是最后是呃 对这个共产党啊 网开一面啊 对国军呢 呃 是有很多的质种 所以就这么一个结局 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外交失误啊 导致共产党作大啊 结果还不仅仅是在中国 后来呃 鼓励了金日成 金日成看到老毛这么容易拿下了大陆的江山 他心里痒痒的 那么他就啊 在1950年的6月25日吧 就就发动了对南朝鲜的这个解放战争啊 这就是这就逼着美国又面对现实 本来美国已经裁军了 就不想打仗了 人家想回家抱孩子 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去 美国又重新啊 集结军力到朝鲜跟中国打了这一仗啊 当然美国呢 实际上是用的联合国的名义 调动联合国的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跟中国作战啊 这也是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 中共恨联合国啊 顺便把普世价值也恨上了 顺便把我